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兔请 在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度里 有一种动物牛气冲天 横行遍野 登峰造极 牛气哄哄 刚刚我已经提到了 它就是牛 这些被印度人民 至于最高敬意的牛 究竟牛到什么地步呢 高岛来牛的排泄物 都被认为是圣洁健康的 而他们的尿液 还具有神圣的治疗功效 比如印度前作李德塞访美食 就在媒体前解释自己 年逾八十还精神饱满 就是因为每日喝牛尿 并认定牛尿是世界一切饮料中 最富营养的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城市大街上 牛群都会大摇大摆的游来游去 对周围的来往车辆 人群不予理会 周围的人对他们视而不见 而且还会主动让路给他们 让人错以为是来到了牛的城市 自由蓝散沐浴的阳光 是他们的权利 更没有任何人敢给予他们的肉 再举个例子 当年麦道劳进进印度时 其中的一款主打产品牛肉汉堡 更是引起了印度人的强烈抗议 差点把麦道劳给活吞了 这个事情最终以麦道劳的妥协而结束 专门为印度人 推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素食汉堡 为什么这么牛呢 因为印度80%的人都信奉印度教 在印度教看来 牛是他们的神 是母亲 是绝对不可以亵渎的 如果你不小心杀了某只圣牛 不但会被判处高额罚款 还有可能面对老底坐穿的终身监禁 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会被当场活活打死 在这名副其实牛的天堂里 人不如牛更被体现了淋漓机制 虽然不能动牛肉的主义 但面对这庞大的牛群 印度人民想法设法获取牛的馈赠 任何从牛身上出来的东西 都被赋予了神圣的意味 刚刚已经和大家说了喝牛尿的事 这里顺道给大家科普一下 喝牛尿到底有没有像印度人民说的那样 有年年益受的作用呢 很明显不但没有 还有可能让人体面临各种危机 牛的要因与其他动物的排泄物一样 只是被动物身体遗弃的废物 牛尿中也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 所以就很容易招视一些人畜共患的疾病 尤其是当尿液液来自一头病牛 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虽然一些制造牛尿软饮的商家 会经过蒸馏杀菌的工序 再让这些牛尿推向市场 但更多崇尚纯天然无添加的人民 还是会将杯子直接伸进牛的胯下 等待起翘起尾巴 更可怕的是不单是牛尿 牛粪已经进入到了印度的国家科技产业 前几天奥特奥突然看见这么个消息 印度推出自己的国产芯片 竟然还命名为牛粪芯片 不过咱也能理解 牛是印度的圣物吗 芯片这么高大上的东西 用国家的圣物来命名 没毛病啊 然后我再定睛一看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芯片 这真的不是瓦片 这跟奥特奥运想中的芯片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简直是毫不相干 况且这个颜色难道 于是我怀着复杂的心情 看完了发布会的视频 发现这居然真是牛粪做的 而且还是采用牛粪包裹芯片的方法 此刻的我下意识看了看新闻开头 这个消息是由印度全国牛类委员会主席 在发布会上当着众人的面宣布的 于是奥特奥默默去查了下 居然不是拿PPT片钱的无良企业 而是印度的官方机构 当着众多记者的面 这个主席拿着牛粪芯片侃侃而谈 说只要把这个芯片放在移动设备里 就可以有效的减少手机辐射 他还强调称已得到科学证明 不过牛粪芯片的售价 简直是业解良心 只需要50到100卢比 这和人民币约4.59到9.18元 就可以把牛粪芯片带回家 好家伙 试想一下 当你用着牛粪芯片的手机打游戏时 不仅能减少手机辐射 还能闻到一丝淡淡的牛粪清香 况且这款牛粪芯片的效果实在是有些高 减少辐射啥的也就罢了 最关键的是 它还可以预防各种疾病 可以保护每一个人 由此也是苦了印度的很多牛 根据今日印度的报道 这种芯片产自印度古吉拉特邦 目前已经有超过500个牛厂 正在加班加点生产这种牛粪芯片 更奇葩的还在后面 印度牛粪不但走到了芯片产业 为了抗衡中国制造 印度还生产3.3亿枚牛粪制成的环保灯 按照他们的计划 牛粪灯已经在制作中 并且跟牛粪芯片有着同样的作用 虽然咱们不明白 为啥他们放着明亮环保的节纹灯不用 非要跟牛粪过不去 而且去年 印度还推出了环保的新能源汽车 原料也是牛粪 用牛粪当做汽车的动力 这样不仅节约了能源的消耗 而且也将废物得到了再次的利用 听起来的确不错 这便是印度的新能源汽车 因为印度的牛很多 牛粪也很多 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燃料费用 比汽油便宜很多 转化成人民币仅一毛钱 很多印度民众为此欢呼 印度官方甚至还表示 这项技术将领先中国20年 除此之外 在印度与牛粪有关的 还有牙膏 化粧品 香薰 洗面奶 统统用牛粪制成 说真的 奥特奥真的是无比好奇 牛粪制成的香薰 到底是个什么味 没有牛粪做不到的 牛粪四块赚 哪里需要哪里版 其实说起来 印度人民的脑回路 虽然与咱们不太一样 但这种创新精神 还是值得表扬的 无论是新品 还是新能源汽车 一会是灯具和日用品 都不会是印度制造的 最后一个代表 当然 牛除了在印度经济生活上很重要外 在印度的政治意义上也很深远 例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牛更是导致 印度独立战争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英国统治者 肆无忌惮的屠杀牛制 享用牛肉 加持了印度平民的仇恨与厌恶 就算到了21世纪 印度的党派之间的支持率 也与其对待牛的态度 密不可分 无论是牛的盲目崇拜 还是忠情与牛奔尿 都加上了太多经济和政治的原因 最后只能奉献各位 想要去印度旅游的朋友 除了不要干了这碗恒河水外 还得小心带牛的印度特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下期再和大家一起讨论 那些不可思议的世界 拜拜